美国纽约有一名曾经获得餐饮界奥斯卡奖的美食摄影师 从2019年开始 花了大约五年时间跑遍了六大洲 五十五个国家的麦当劳门市 来探究这间跨国素食巨博 如何在地化调整菜单品项以及门市设计 来迎合当地人的口味 他把这些照片集一节长册 带领读者们环游世界 不论是在冰天雪地或水乡泽国 纽约摄影师盖瑞走遍世界各地 为了跟各国麦当劳门市合影 探究这间连锁素食业霸主 在分店门面和餐点选择上 如何在地化迎合当地人口味 麦当劳在菲律宾推出番茄酱意大利面 在香港则有煎蛋肉排通心粉 搭配红豆年糕派 法国麦当劳更把汉堡 换成法式长棍面包 融入各地特色 是饮食在地化的经典教案 盖瑞曾获得有餐饮届奥斯卡奖之称的 詹姆斯·比尔德奖 擅长以照片说故事 2019年在摩洛哥的麦当劳分店 长道提供给穆斯林的开斋特餐 激发他利用影像 记录全球麦当劳在地特色 五年来独自跑遍六大洲 期间还碰上新冠疫情 盖瑞积极心血并出书 透过文字和影像 带读者环游全世界 乐而好逼